不知道是哪位旅行的前辈用这样一句话总结新疆的旅行 北疆看风景,南疆看人文 许多朋友第一次进疆,北疆是首选的旅行目的地 因为天山的组合相对于南疆,这里的地貌更加的丰富多彩 雪山湖泊,森林草原,沙漠戈壁 行车自驾一圈,你会游州的赞叹 北疆,这是被自然眷顾的地方 这也让北疆的自驾环线成为了一条 让无数自驾爱好者流连忘返的经典环线 那么,如果我们第一次去北疆 该如何安排一次搜索搜索搜索的北疆环线之旅呢 这是语露书在2021年9月清测的一条北疆环线 不到新疆,不知新疆之大 这条2800公里的多类型地貌环线 历时18天,从乌鲁木齐出发 逆时针,经可可托海,卡纳斯,克拉玛伊 再往西到达塞里木湖 来到伊犁境内 从伊犁,大拉提,穿越独库公路 回到乌鲁木齐 这条自驾路线可以在克拉玛伊切分 放弃伊犁线的行程 缩短为一条13天的北疆环线 环线天数比较长 视频也有点长 建议先点赞收藏 因为看完这条视频 我相信你总有一天会去北疆 准备好了吗 让我们开始这趟旅程吧 第一天,乌鲁木齐至福康 全程63公里 行车时间一个小时 到达乌鲁木齐先坐好车 这条环线对于车辆的选择 没有特殊的要求 任何车辆都可以 如果资金比较充裕 选择SUV可能会让你更舒适一些 在离开乌鲁木齐之前 先为这趟旅程储备一些物资 因为后面的行程 有时没办法按点吃饭 都买点水 新疆干燥 补水是很重要的 福康距离乌鲁木齐只有一个小时的车程 它位于天山伯格达芬的北路 一般作为去天山天池的住宿点 当然你也可以在乌鲁木齐住宿 如果你选择在福康居住 那我建议您订两天的房间 因为第二天你还会回到这里 福康市区并没有什么可逛的 如果是晚饭时到达这里 特纳格尔街是吃饭的好去处 去尝尝这里的锅盔羊汤 100多米的套餐相当的磁石 第二天 福康至天池 往返开车22公里40分钟 出发之前别忘了去吃早餐 若要在天池环形徒步 这个早餐十分的有必要 天池是天山伯格达芬三腰上的一树琥珀 也是北疆环线第一个景区 浏览时间可能会花费你5到6个小时 景区内不允许自驾进入 必须乘坐景区的区间车 从售票厅的停车场 到天池旁的停车场 乘车需要50分钟 中途 司机会停留在一处民族分行园内 这个地方绿数成鹰 偶有歌声传来 是这里做生意的民族土包 弹起的龙不拉 这里也有一些餐饮小时 只是味道一般 从天池的停车场到达天池旁 再走600米就可到达 苍翠的云山 漫山遍影 环绕着一波青蓝的湖水 芬软重叠的尽头 是天山的伯格达峰 常年鸡血 威额壮美 天池 有环石站道 绕持一周 大约有13公里 会花费你将近4到5小时的时间 最好逆时针环湖 这样你到了西王母庙的时候 可以乘坐半城的画房游船 回到来时的池口码头 在码头的右侧 还有一趟自费的索道 去马牙山 据说可以从高空俯瞰整个天池 但是这会让你多花220元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没有去坐这趟索道 去过的朋友 可以在弹幕告诉大家 是否值得 离开天池 还需要再坐50分钟的虚间车 所以最好在6点左右乘车离开 晚上回到福康 特纳格尔街 仍然是解决晚餐的首选 试一试这里的焦麻鸡 酸辣可口 异常的好吃 第三天 福康之富运 全程430公里 开车时间6个小时 今天一天都是开车 在广袤的新疆自驾 不仅仅是在景区游玩 一整天都在驾驶 这也是这趟环线的一部分 但这段路线并不无聊 先走一段高速 从五彩城出口上阿八线 阿八线基本上和高速平行 但是在阿八线上 你可以靠边停车 这才能让你感受到 这条路线的乐趣 阿八线处于准格尔盆地的边缘 道路异常的平缓 四周的戈壁滩 在绿黑黄红之间不断的变换 昌凉壮阔 如果你下车在路边走走 黑石黄土的地貌 仿佛在另一个星球 若你在太阳下山的时刻 还在路上 橘色的天光下 有着别样的美感 阿八线的周围 也是卡拉奈里 有提类保护区 有时会遇到骆驼 迈着四方步横穿公路 所以行车要多多观察 注意安全 晚上到达复运县 在复运的步行街 可以解决你的晚餐 第四天 复运至可可托海 全程往返120公里 两个小时 可可托海 位于复运中南 60公里处的峡谷之中 这里水草分配 草草开阔 沿途会遇到 可可托海的牧羊人 赶着羊群转场 羊起的神土 在空气中升腾 像是古老电影的一幕 继续行车 穿过可可托海镇后 大约十来分钟 就可以到达 可可托海的核心景区 尔西斯大峡谷 这个景区 也不能让你自己 开车进去 需要换乘景区车 景区车 直接开到一座 适中的岩山旁 这座巨大的花杠岩 形成了石山 是这个峡谷的标志 被称为神中山 整个峡谷的游览路线 就由此开始 沿着流淌的河湾 徒步至骆驼峰 整个路线 大概会花费 2到3个小时的时间 因为都是水泥路 徒步路线 难度很小 也可以乘坐 景区的便平车代步 尔西斯大峡谷里 月中旬的花树和杨树 黄绿相间 宣告即将来临的秋日 峡谷里 穿过的额尔西斯河 异常的清澈 仿佛流动的翡翠 这条爱尔泰山的雪山融水 就由此地 一路流入了比丁阳 景区的后半段 这洛河峰 如果坐电瓶车前往 需要单独买票 洛河峰的景色 和前面并无二致 有一个卡拉卓勒瀑布 这条冰山瀑布 挂在山林之间 颇为精巧 因为是单行线 回程 可以坐电瓶车返回 在五点前 离开大峡谷 去可可托海的 三号矿坑看一看 这里是一处 稀有金属矿山公园 就在可可托海镇的旁边 三号矿坑的形状 像一个倒置的草帽 深度达到200米 如今已经停止作业 它被称为 新中国的工薰矿坑 若想知道 这个称号的原因 到矿坑的高处 进入阿伊果汁矿洞 工作人员会告诉你答案 花30分钟 在矿洞里走一走 洞内裸露的石壁上 稀有金属的矿杖 发出点点光斑 令人赞叹 洞里比较冷 最好穿一件厚外套 也可以花20元 租这里的军大衣 本日住宿 可以选择 在可可托海镇上居住 这里的酒店和民宿 也很多 也可以像雨露书一样 再返回富裕县居住 这样明天 可以减少一个小时的时间 因为接下来 又是一段 长驾驶的一天 第五天 富裕至甲登域 428公里 行车时间8个小时 这又是开车的一天 先从富裕出来 导航布尔津 途径的北屯市 可以作为一个用餐点 离开北屯市区 走省道S319 会经过新疆第二大湖 乌伦古湖 可以开到岸边远眺 宽广的湖面 不见边界 不要在湖边停留太久 因为距离甲登域 还有200多公里的路程 前方的布尔津县 失去卡纳斯的必经之地 如果开车实在太累 可以在富尔津住宿 我到达富尔津的时间 是下午5点左右 距离甲登域120公里 两个小时的车程 新疆8点多才天黑 给了我前行的动力 富尔津向往甲登域 会经过白沙山休息区 离开休息区 从最右侧的岔路出口 上省道S232 经过冲霍尔的布拉乃村 会让你感受到一段 田园风光和小小的盘龙山道 出了冲霍尔镇 几乎就进入了甲登域国家森林公园 这里有漫山遍野的雪山 和大片的空中草原 但不需要在路上停留 因为三天后 你还会回到这里 甲登域是卡纳斯的游客中心 住宿的酒店还是挺多的 但来之前 一定要记得提前预订 如果你没有打算 在卡纳斯景区内居住 那我建议您 在甲登域直接订三天的房间 因为后两天 你肯定离不开卡纳斯 甲登域的餐饮 集中在停车场附近 价格不便宜 味道一般 若是不爱吃 也可以在景区的超市内 购买到足够填饱肚子的食物 第六天 甲登域至卡纳斯 乘坐景区车 时间自控 终于到了北疆环线的 核心区域 卡纳斯 甚至整个北疆环线 就是以卡纳斯为基础 延伸的路线 有一种颜色 应该叫卡纳斯 那是一种红橙黄绿 调和出的属于秋天的色彩 它满足了人们 对秋日的想象 也是让游客们 乐意不觉来此的绝佳理由 但是 要看这抹色彩 一天是不够的 卡纳斯的门票 分为一禁制和二禁制 打算在景区内住宿 就买一禁制 住在甲登域 连续两天 出入景区 就买二禁制 卡纳斯的景区 同样不允许自驾 在甲登域白话林酒店站 坐景区的公交车 10分钟 可以到达卡纳斯的大门 然后再换乘区间车 行进一个小时 到达卡纳斯的交通中心 所有卡纳斯的游玩 就从这个交通中心 购买不同路线的车票开始 卡纳斯的主要游玩路线 并不复杂 我总结为三条 卡纳斯湖线 三弯线和白哈巴线 先去卡纳斯湖线 购买三号区间车票 前往冠渔台 这是建在海拔两千多米 骆驼分山脊上的一座亭台 亭子的造型颇为独特 一千多级的台阶 沿山脊而建 爬上去 也会让你的膝盖抗议 但当你到达冠渔台 远眺卡纳斯湖的时候 你的膝盖会问你 为什么不愧着 冲心的湖面 就像一块灰尘打磨的翡翠 镶嵌在高山峻里中 来云斑驳的阴影 就像油画的笔触 护抹在平静的湖面 呈现出一种不真实的美感 关于台的另一侧 是一处山间袜地 松山交错 铺在山间的草原 从这一侧下山 坐车回到交通中心 再乘坐一号警区车 前往卡纳斯的湖边 不幸一段不长的站道 就能够来到卡纳斯湖的 环湖码头 这里围了最多的人 等待着环湖 环湖需要花费你 45分钟的时间 最晚在4点前离开这里 再晚可就来不及欣赏 卡纳斯三湾的美 购买区间车2号线的车票 直接前往神仙湾 神仙湾位于卡纳斯河的上游 这里水草丰富 有一处开阔的草地 完颜的河水 把草地切割成一个个的小岛 在金黄画树 和苍翠松山的庄点下 你也会感叹 这是什么神仙地方 下一站的月亮湾 卡纳斯的河流 在这里弯如显月 暖阳的光辉 成林静染 如静的水面 映称的仿佛 一幅印象派的油画 如果想把自己 置身于这油画中 不如从月亮湾 走河边站道 前往沃龙湾 2.5公里 绝对是值得拥有的体验 最后到达沃龙湾 我以为这条沃龙 应该是流淌的卡纳斯河 但工作人员却告诉我 此龙非彼龙 各位朋友 你能看出龙在哪吗 山湾的全程 都可以选择徒步 从神仙湾 步行至沃龙湾 全程8公里左右 至少留出 3个小时的时间 当然 你也可以都坐区间车 每个湾都有站点 站观完山湾 坐车返回半城中心 再出景区 完成卡纳斯 第一天的行程 第7天 贾登与至白哈巴 57公里 行车时间1个小时 今天是卡纳斯行程的第二天 前往我国西北第一村 与哈萨赫斯坦接壤的白哈巴村 先在卡纳斯的交通中心 购买门票与车票 再到车票厅后面的公安处 办理边防证 然后坐五号线前往白哈巴 白哈巴是我国的边境 全区禁飞 所以不需要带无人机 到达白哈巴停车站 一下车就会被食物的香味吸引 村里的人在这里做起餐饮的生意 说实话 在这里解决一餐 非常的合适 价格几乎是整个 卡纳斯餐饮里面最便宜的了 从停车场 步行进入白哈巴村 土瓦人建造了木克能小屋 就建在竹干道的两旁 家家户户用木栅栏 围起自己的庭院 开民宿的村民家里 总是飘着白色的床单 随处可见西北第一村的名号 去西北第一的邮局 给自己寄一张明信片 去西北第一村的村碑 给自己留张影 这个村碑附近也是拍摄 整个白哈巴村的最佳地点 群山环绕的木屋村庄 自然宁静 白哈巴界碑西面 这是哈萨赫斯坦的大山 两地只有一沟之隔 从村碑下来 去村里小学前的路上走一走 相比主路的车来车往 这里更加宁静 也让这里的村景 更有室外田园的味道 沿路向东 就能够来到来时的停车场 整个村子不大 两到三个小时足够逛完 从白哈巴村坐驱间车 回到卡纳斯 如果是四点左右 你可以选择离开卡纳斯 前往河木村 两地只有一个小时的车程 但若你贪恋这闲暇的田园时光 不舍离去 不如多待一待 明日再去河木村 第八天 贾德玉至河木 35公里一个小时 来了卡纳斯 怎么能不去河木 这是三个图瓦人村落里 最大的一个村 而秋日的河木 更是成林浸染 一片和煦的暖黄 这样的美景 在从卡纳斯去河木的路上 就能体会到 穿过贾德玉的森林公园 会到达窃巴罗伊的三个观景台 每个观景台相隔百米 停车远眺山坡上的画树 换上了暖衣 错落在松山间 这道前景 让人们对河木 更多了些期待 继续前行至河木的停车场 需要换乘驱间车 进入景区 若打算在景区内居住 需要带上行李 最好多带件暖衣 因为早上去看乘务 你会用得到 从景区至河木村 有一个小时的车程 河木几乎到处都是民宿客栈 不用纠结住在哪里 村子不大 住哪都差不多 在客栈放下你的行李 然后就去村里 做一个该溜子吧 步行在村中的仙墨 会一会这里的牛羊 独行的小猫会拦在道中 等待你给它遮羊 若打到河木桥 这里大概是整个河木村 人最多的地方 穿过河木桥 沿着栈道上行 就能够到达河木观景台 这是一处开阔的山间草垫 站在草垫的栈道上 就能够看到整个河木村的全貌 河木河在村子的边缘流淌 斜里的木坑的小屋 有序地排列在这平坑的山间 成片的白花林 被切割成一个个的方队 最终集结在村子东面的山坡上 盖满了整个山头 就去这个山头的白花林看一看 那是属于河木秋日的色彩 白花林随风摇曳 深入林中 树叶随风洒落 留下一地金黄 你会在这林间忘记时间的流逝 走出白花林的时候 晚饭的吹烟已经升起 最后的班车使出了村子 在河木的一天就这样过去 第九天 河木之布尔金全程148公里 需要三个小时 在离开河木之前 不如早起 前往昨日的观景台 据说 在太阳升起前 能看到河木的成物 天不亮就要出发 到观景台的时候 到处都是等待的人 只是要看到这成物 还需要一点运气 厄云的早晨和刮起的秋风 很可能会让你无功而返 而我就少了一些运气 但是太阳总会升起 当第一缕阳光穿破云尘 洒落在村屋和树林上的时候 即便没有看到成物 也足以弥补你 着起的遗憾 公交车暂时驶入河木 而我们也到了离开的时候 虽然想再多待一天 但是我们还有更多的旅程 离开河木 导航哈巴河县 从哈巴河进五彩滩 绕路去布尔津 这样才不会让你走来时的路 从河木到哈巴河 一路经历森林草原山地 地貌变化非常的丰富 路上可以平时的地方也很多 你可以好好地看看三天前 经过的贾登玉森林公园 也可以观察在路上转场的 木鸣和牛羊 不用着急赶路 因为下一个地点 五点左右到达就好 经过哈巴河县的时候 可以在这里吃饭休息 从哈巴河离开 直接导航五彩滩景区 五彩滩是国道G331路旁的 一处亚丹地貌景区 这里景区的河岸岩石 色彩斑斓 形态各异 景区内有环形的站道 沿着站道可以在景区里 逛完一圈 景区不大 一个半小时足够 除了岩石 很多人会在这里 等待一场 额尔齐斯河的日落 景区内不让飞无人机 你可以出景区 开车到它景区的西北侧 这里有一处铁锁桥 与五彩滩景区一墙之隔 无人机可以在这里飞入景区 能够让你看到 不一样的落日岩石 其实这个落日的观测点 在额尔齐斯河的对岸 才是更好的 可惜目前不让进入 有专人把守桥边 只有对岸村子里的人 才可以出入 所以当夕阳来临的时候 你会看到回家的牧民 赶着牛羊过桥的景象 看完日落 在导航布尔津县 距离22公里 半个小时就能到达 叶树布尔津县 县里的四季美食广场 是比较集中的餐饮地 可以在这里吃到 味道不错的北江冷湖鱼 第十天 布尔津至克拉玛伊 335公里 开车时间5个小时 一定要吃早餐 布尔津有很多俄罗斯族的后裔 生活在这里 可以去斯外达餐厅 尝尝这里 中俄结合的早餐 离开布尔津 先导航沃尔河魔鬼城 走果达217或奎阿高速 这一段200多公里 大概需要三个小时的时间 到达沃尔河魔鬼城之前 会遇到一个 可以自驾进入的魔鬼城入口 这个地方和主景区并不相同 往前开百米 这个魔童的大门 才是主景区 主景区不允许自驾进入 需要乘坐景区的小火车 景区内有不同的停靠站点 你可以在任意站点停靠 或坐车去下一个地点 沃尔河魔鬼城 千百年的分杀侵蚀 让这里的戈壁地面 勾贺送横 而裸露的岩城 变成了城墙高耸的城堡 步行其中 仿佛来到了 星球大战里城市的边缘 在景区 可以再购买不同的游玩项目 乘坐吃鸡小车 在戈壁上驰骋 或是选一匹骆驼 缓步在城间 又或者飞到空中 去看不一样的风景 但要我说 这都比不了即将落下的夕阳 一天之中的这半小时 这座分支城 被金黄红尘笼罩 那是像漫画一样的场景 太阳落下 依身在天边的血红云霞 的确配得上魔鬼城 这个称号 离开魔鬼城 距离克拉玛伊 还有100多公里 需要开车一个多小时 夜速克拉玛伊 一时一天 克拉玛伊至博乐市 413公里5个小时 克拉玛伊 是这套旅程的中继站 如果你的假期告急 可以从克拉玛伊 直接前往乌鲁木齐 325公里5个小时的车程 变成13天的北江小黄线 如果你还有更多的时间 那我们可以继续前行 克拉玛伊 黑油之都 在离开这里之前 可以去市区东郊的黑油山 看一看 新中国成立之后 第一个开发勘探的大油田 就在这里 黑油山景区不大 绕着站到一圈 30分钟即可逛完 景区里 有100多个油泉 黑色的油炮 不断的涌出 这是真正的 富的流油 离开黑油山 导航博乐市 这一路全程都是走高速 路途较远 要注意 在休息区休息 直接来到博乐市 博乐市大多作为 前往赛里木湖的住宿点 酒店食宿比较方便 博乐市的 友好雇物中心附近 有吃饭的地方 顺便买一些 明日路上吃的食物 你会用得到 第12天 博乐至伊尼 265公里 5个小时 先从博乐 导航赛里木湖 80多公里 需要一个半小时 买票进入 谢天谢地 终于有一个 可以自驾进入的景区了 开车进入景区 沿东岸 逆时针前行 被称为 大西洋留下的 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 被阳光湿了魔法 应该怎样形容这种蓝 有远至近的蓝色渐变 即便是今天的黄风 也能让人感到宁静 开上一个山坡 啥也不做 静静地看着这片蓝色 就已经是超值的旅程 沿岸前行 至湖的北岸 人见西少 天山不动 蓝湖波金 步行其中 这些壮美 仿佛是为你 如想而射 而开到西岸 山坡更缓 从一片丛林之地 向湖望去 湛蓝的湖水 变成了古蓝色 顺风的湖面 是谁分起舞 这地大西洋的眼泪 也流在了你的心中 环湖行车一圈 90公里 从南门出 右拐百米左右 就能看见 果子沟的入口大门 果子沟 是进入伊犁河谷的 必经之路 前行约5公里 有一处停车处 从这里 可以远眺 果子沟的标志基建 果子沟大桥 这座垂直200多米的大桥 让天潜变成了通途 非常的壮观 若你想在果子沟大桥上行驶 需要从三里木湖的东门 上连或高速 才能开到桥上 但那样也会让你错过 远观这座大桥的景色 看完大桥 导航伊宁市 记得一定要选择走高速 若走了老国道的依若县 浪费时间不说 路载车多 会让你增加 驾车的疲劳 叶树伊宁市 作为伊宁的首府 很容易就能够找到 不错的餐厅和旅舍 一时餐天 伊宁至那拉提 250公里 三个小时 出发之前 可以留出大半天的时间 在伊宁逛一逛 伊宁地区 是哈萨克族的自治州 是多民族的聚集区 去伊宁的千末小道里走一走 就能够让你感受到 不同民族的居民生活 卡战旗民族旅游区 是以前伊宁的老城区 现在还有十多万的常居人口 蓝色是属于这里的颜色 蓝色的围墙 蓝色的门窗 就连被称为哈迪克的马车 也是蓝色的 在城区的小巷里穿行 坐半天这里的居民 偷偷地观察 每家的小院子 里面种满了花草 搭起的葡萄藤蔓 遮下了满院的阴凉 那都是热爱生活的勋章 若是你比较幸运 遇见院里的小主人采摆葡萄 才会热情地分你一串 味道很甜 若是没有看过卡战旗的小院 在伊宁的西北侧 还有一束六星街 是一个以六角形为中心 向外扩散的建筑规划 这里的墙壁 除了卡战旗的蓝色 还有红黄城的各种颜色 六面的红绿灯 是这里的中心 你总能在这里遇见 谈首风琴的网文大叔 而在六星街的离光街十项 亚历山大首风琴正常管理 会让你惊叹 首风琴居然会有如此多的样式 在三点前离开伊宁市 前往那拉提 大部分都是高速路 七点左右就能够到达 在那拉提高速的出口 还能够看到晚霞硬弘的雪山 那拉提镇 是尹若县路边的一个旅游小镇 那拉提草原景区的入口 就在镇子的东头 所以这里也是大多数 去那拉提草原的住宿点 那拉提一般在里面也要玩上一天 所以最好订两日的住宿 在主路两旁 就能够找到很多吃饭的小店 第十四天 那拉提至那拉提草原 乘坐景区汽车 一天时间 整个伊犁河谷草原 大大小小相连 没有明确的界限 那拉提草原景区 就是这河谷草原的一部分 和大多数景区一样 划分了几条曲间车的线路 去不同的线路 要购买车票 往返坐车 景区倒也可以自驾300元每个人 但自驾线路比较少 也不能随便停车 若想去别的路线 还要再购买景区车票 这样的定价策略 就是希望你去坐曲间车 整个那拉提规划的线路有五条 其实可以总结为两条 空中草原加雪莲谷线 和盘龙谷道线 空中草原和雪莲谷在一条线上 签购票到空中草原的游牧人家 大概有一个小时的时间 中间停靠两次 一个天界台停靠20分钟 建在山丘上的观景台 需要爬上一段楼梯 从这里可以俯瞰雪山之下的河谷草原 另一个天木台 不知道这个点的意义 停在几个沾坊前 只允许在路边的一个围起来的站道里 走一走 不允许进入草场内 最后一站的游牧人家 就理解成一个吃饭的地方 不用过多的停留 直接购买去雪莲谷的车票 雪莲谷是一处2000多米的山谷 中间积雪的喀班巴依祖峰 屹立在这里 雪山溶水将山谷切开了几条河道 长长的流入山下的河谷 可以在河道里走一走 不要妄想爬上山顶 那至少需要你5个小时的时间 从雪莲谷下来 车子会停在天城台 这里是一处草垫 雪山成片可以随意走动 是空中草原值得停留的地方 从空中草原下来 回到购票处 选择盘龙古道县 盘龙古道 深入草原山丘的腹地 沿山路完颜咸行 沿途会有八九个停靠点 会让你遇见山林草垫 肆意奔跑的马儿 悠闲吃草的牛羊 远观对面 苍绿的群山 山下整齐的村庄农田 倒也有一番田园木格的遐想 可惜的是 所有的这些都是匆匆一瞥 每个站点只停靠10到20分钟 你还来不及感叹 就被呼喊着去下一个站点 匆匆忙忙地行驶了一个半小时 就回到游客中心 体验上差了一些 从那拉提景区出来 还是回到镇子上居住 作为一个三脚下的小镇 四周都是和那拉提景区一样的山峰 也许在这周围开车逛逛 会有更有趣的发现 第15天 那拉提至独山子区 245公里7个小时 从那拉提沿伊洛县前行5公里 到达国道G217与G218的交汇处 左拐就来到了独库公路 独库公路是国道G217 独山子倒库车的一段路 这段公路穿越天山 横穿南北江 因为道路险峻 在10到5月的雪季不通车 以巴音布鲁克为界线 分为北江段和南江段 今日走的属于北江段的路线 路程不算长 会花费不少时间 因为你会情不自禁地停车 实力已尽 一三世纪 用在独库公路 在河势不过 冲入公路 还是河谷草原的风光 云山遍野 绿潮分配 公路修在河边 沿山坡走了几个S型 踏过两个打板 云山都留在了身后 只剩下平坦的苍绿山丘 而公路修在了山坡的高处 半山而行 眼前的山坡上 竟然出现了点点白雪 当大达海拔 三千四的哈希勒根打板的时候 整个山坡被白雪覆盖 在这雪山之巅 顺路蜿蜒而下 山坡的植被逐渐消失 脸庞怪事临循 质地坚硬 若不是行驶在这路上 都不敢想象 这里能够 着出一条通路 独库公路 是我国公路建设史上的 一座分碑 为了这条公路 三万多名的工程兵 曾在这里奋战 途经的乔尔玛镇附近 立着天山独库公路 列士纪念碑 纪念着168位 驻路列士的英灵 守护陵园的陈大叔 也曾是修路的一名士兵 决定将这一生 留在这里 不愿离去 这半段独库公路200多公里 只有乔尔玛一个服务区 没有加油站 沿途有很多可以停车的区域 但是厕所不多 遇见了不要错过 路途的终点 是克拉玛伊的独山子区 但进入市区的入口 会经过独库公路纪念馆 门前的广场 驻立着独库公路起点的标志 很多人会在这里 留下一张照片 夜处独山子区 在伊宁路的明珠市场 是品尝新疆大排档的好去处 试一试这里的黄面和肉串 香味十足 第16天 独山子自乌鲁木齐 全程325公里 5个小时 今日回乌鲁木齐 是开车的一天 先导航沙湾 在全国打开知名度的 新疆大盘鸡 就发源在这里 和大多数城市里的 新疆馆子一样 加了土豆和面片的鸡肉 香气浓郁 味道厚重 但对于新疆来说 大盘鸡分为两个派系 一种是沙湾大盘鸡 另一种是柴窝铺 辣子鸡 在乌鲁木齐东50公里的柴窝铺 是这种草鸡的发源地 吃完沙湾大盘鸡 导航亚洲大陆地理中心 亚洲的C位 就在乌鲁木齐 西南50公里处的这个地方 景区内建立了一个中心塔 四周荒芜 这是一个地理坐标的打卡点 如果对这种地理坐标不感兴趣 可以直接回到乌鲁木齐 夜宿乌鲁木齐 第17天 闲逛乌鲁木齐市区 时间一天 把最后的一天 留给乌鲁木齐 这座距离海洋最远的城市 至汉时 就已是多民族的聚集区 若想了解这些历史 去新疆博物馆看一看 这里展出的历史文物 能够让你了解 西域历史的天年变迁和文化发展 而在博物馆的二层 试着月千年展厅 去见一见跨越了千年的楼兰美女 和高大勇猛的张雄将军 这样的体验 除了这里 恐怕是能去5000公里外的埃及了 整个博物馆两个小时 即可逛完 出来之后 我们去老城区逛一逛 坐地铁一号线 在南门站下车 闭口出来 西面的解放南路上 有一座塔楼形状的 汉藤格里青森寺 这座寺庙上下两城 上城不允许参观 而下城却是一座小型的商场 从寺里出来 往南走 挨着寺庙的小巷子 隐藏着最好吃的烤包子 不要吃太多 因为后面还有要吃的地方 出了巷子 沿着解放南路前行 走到龙泉街的路口 你能够看到一个 其实这是一个玉石大巴扎 里面没什么可逛的 再回到解放南路 往南前行 右手边是白墙绿点的白大寺 左手边的小巷子里 贴满瓷砖的塔楼 是萨拉寺 继续前行 就到了乌鲁木齐 最著名的地标 国际大巴扎 可以先去右手边的 大巴扎美食街 里面集齐了你所知的 大部分新疆美食 可以简单吃点 但我仍然会在这里 留点肚子 因为晚饭 有更值得去的地方 去美食街对面的 国际大巴扎里走一走 这里有各种各样的 民族工艺品和干果花茶 是在一些旅行 手信的好地方 买完之后 直接游记回家即可 大巴扎里 有好几个区域 卖的东西相差不大 我个人觉得 光一两个就足够 从大巴扎出来 回到解放南路 继续前行 穿过外环的立交桥 来到了胜利路 往前走几十米 就到了我们老城区之行的终点 洋行清真寺 这是一座塔塔尔族 新建的寺庙 金色的湖顶 是和我们这一路走来的寺庙 最大的区别 金色寺旁 有一条领馆像 巷子里面 有很多为主老字号的餐厅 好事又正宗 可以在这里解决晚餐 结束今日的行程 这才是 新建的原理 第18天 乘车或飞机 离开新疆 结束北疆环线的自驾旅程 能看到这里 看来北疆环线 已经放入了你的自驾清单里 但不得不说 作为第一次去北疆自驾 这趟环线并不轻松 这次与路书的北疆环线 很想去掉伊犁县的部分 毕竟伊犁县本身 也是一条经典的自驾路线 但是 我想 作为第一次去北疆 能够增加赛里木湖 伊犁草原 和独库公路的话 这趟环线的体验会更有趣 而且广义上来说 伊犁县也是属于北疆的一部分 但增加的体验 也让这条线路 有了更高的时间成本 你要准备一个将近20天的假期 还要做好长时间开车的觉悟 但是 当你驾车 在笔直的公路上 穿越戈壁盆地 在蜿蜒的河流旁 跨过少年丛林 那一切 又是值得的 为荒原的一场夕阳驻足 为秋日的一抹黄绿榴莲 为达坂的一片雪山望返 也许 在你的自驾旅行清单里 总有几条线路 是你的此生必价系列 但北疆环线 永远都值得 一席之地 希望这次的北疆环线 能给你带来一次冲动 把这20天 留给北疆 还是那句话 踏远远路一件故事 这里是语录书 关注语录书 下次有路 我们再一起走走吧 再见